齊国的大司马田忌 主张立刻派兵去救韩国 但是上国周忌反对 主张有两府相斗斗到救他 不要管他 两个人针锋相对在争持不下 朝中大夫议论纷纷 军事算笨一言不发 那个齐孙皇就觉得奇怪了 军事算笨是最有主意的 今天为什么不出声呢 他就问了 军事到底去救好 还是自知不理好 两样做法是哪种好 算笨就笑笑口说 两样做法都不妥当 艺国一向自此强大 到处去攻打别人 前年打赵国 今年罚韩国 下一步不用问 一定是攻打我们齐国 故此 如果不派兵去救韩国 那就是帮助了艺国 使得艺国更加强大 攻打我们 但是呢 现在就出兵救韩国 那韩国就安安稳稳不用出力 就变成由齐国来代替他 跟魏国交战 韩国反而坐享其成 由齐国来承担損伤 故此 现在立刻出兵去救韩国的主张 也不妥当 齐宣王就恶言 军事 那去救又不对 不去救又不行 那应该怎么办呢 大王 应该先去报给韩国知 答应他 无论如何 齐国一定出兵救韩国 使得韩国放心 出力来抵挡 那韩国知道有齐国做后盾 必定会更加发奋来抵抗魏国 魏国就虽然强大 但是经过韩国这样来抵挡 一定打到筋皮力卷 到时我们就趁着魏国打到兵力疲乏 那时候我们然后出兵攻打魏国 这样一来既可以保存韩国不会妄 也容易打败魏国 出力小而收效大 起飞更好 齐孙皇听到这么说 当堂拍一手掌来 一连说了几句 此计妙极此计妙极 齐孙皇就立刻派示者 非快报给韩国知 齐国全力支持韩国 救兵就快要到 叫韩国用力来抵挡 那韩国就知道齐国就来有救兵到 上上下下都十分高兴了 盼死和魏国打 前后打了五六场大仗 虽然每次都韩国打败了 但是旁军的大军也死伤不少 确是打得筋皮力拳 那时候齐国出兵了 这次也跟上次维艺救赵一样 田忌当大仗 孙笨作军师 统领五百部兵车去救韩国 那现在韩国的国都已经被围攻 情势十分危急 田忌就打算赶去解韩国之位 孙笨又说了 上次救赵国 我们都不用出兵去赵国 这回救韩国 又何必出兵去到韩国呢 还是用上次的办法 一直攻入魏国的京城 旁军自然走都走不及了 韩国之位就可解了 田忌又听从孙笨的主张 指挥齐国大军 一直向魏国京城进攻 那时候 旁军又刚刚围攻韩国的京城 韩国就已经败了五六仗了 眼看着京城马上可以攻破 旁军正准备下令全力攻城 突然间魏皇的救急民书到了 说齐国大军已经植入国境 势如破竹 就快攻到京城 要旁军立即回师救急 那个旁军 上次打赵国呢 又是被孙笨为魏鸠子迫自己退兵的嘛 还在桂林那里打得一场大败仗 这回眼看着要灭韩国 大公就快告成了 又被齐国来兜兜将军 勾到旁军就咬牙切齿 大令大军要跟齐国决一死战 那孙笨呢 就知道旁军呢 赶得回来就快到了 就对田记说 这回我们是深入到魏国国境 魏国兵将一定是盘死来跟我们打的 旁军行军也很稳定的嘛 我要用一个减造之计 来引他入罗蒙 什么叫做减造之计呢 原来军师宣彬下令 立即在阵上就地挖十万个造 那旧时行军打仗 要自己带着米脈 打仗的时候要在地上挖个造 来自己煮饭吃的嘛 造就像现在的疯佬那样 不过在地上挖的就行了 那这回齐国 夹齐不过三五万人而已 只要挖十万个造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挖完造之后 孙殿就下令即刻退兵 那齐国大军一退 旁军就带着魏国军马赶到来 旁军就立即下令 派人数一下齐国阵中有多少造 一数数完回来报 齐国营中有十万个造 旁军大喜一惊 哎呀好在我行军稳阵 原来齐国有这么多军马来攻打我们的 这回是炸地撤退 想引我去追他嘛 旁军就立即下令不可轻敌 集好刑债加强防备 要提防齐军偷杂 过了一晚 没有到动静了 探马又来报了 昨晚齐军连夜撤退十分狼狈 旁军仍然是不相信 杀着阵营叫大家不准动 然后派人追上前面 去数一下地下的造 一数只挖了五万多的造 差不多少了一半 旁军仍然按兵不动 派人继续去追查 到第三天 探马来报 齐国的镇上 只是挖了二万多的造 旁军一听就欢喜了 我早就知道齐国军队一向靠人多 实在不是打得的 就是怕我的士兵打仗勇猛 他们深入到我们魏国国境 一定是怕我截断他们的推脑 故此仓皇逃跑 你看看他们行军第一天 还有十万个造 第二天就少了一半 第三天就剩下二万多的造 可见他士兵逃亡都走了大半去 这回我要报桂林一败之始 于是旁军就下令 挑选两万个精壮的骑兵 亲自带领 非快追赶齐国大军 那些行路的暴军 统统留在后面 由他自己的侄来带领 那旁军呢 一你心急想尽快追赶齐国大军来报仇 齐国那边那位军师孙笨就一直派人打探旁军动静 那探马尼布就说旁军已经过了沙陆山 不分就夜赶着来了 孙笨一计算的路程 旁军飞快赶来 那今天日落西山 叫曼时分 旁军就追到马铃道了 好 我就在马铃道上等他 原来那个马铃道呢 是魏国险要的地方来的 是来往要道 就是现在河北省大明远附近 这条马铃道呢 不单只是交通要道 而且地形很险要的 是在两座大山中间 那条路又很窄的 两边的山又高 树林又密 孙笨早就看中这个地方 这里是打迷伏最好的地形 孙笨就下令 将马铃道两旁的树木 统统斩下来 打横放在路上 就只是留一棵最大的树 不要斩 就将那棵树的树皮 就抹干它 那棵树就露出 又白又光的树身出来 孙笨就在那棵大树上 用墨写了六个大字 旁捐死此树下 上面呢 又横写四个字 君诗孙诗 跟于旁捐下令 吊一万名弓箭手 分左右迷伏 毅兵经过人就不必理会 只要等到晚上大树下面 点着火把的人 就一起向那棵树下来放箭 又派将军田英 带领一万精兵就迷伏在马铃道后面 等魏国大军过去了 然后才截断后路 运后面追杀过来 安排调拨拖荡之后 孙笨就跟田记 带领军马 离开马铃道 在附近来的扎营 准备接应 果然一切不出军事所料 旁捐飞马追赶齐军 一口气追到马铃道来 已经是埃安时分 前面的探马就报给旁捐知 齐国大军已经退走 马铃道上塌了两旁的树木 阻塞着行军道路不能前进 旁捐就说 这个正是齐军怕我 故此斩树来阻路 你们立刻将树木搬开它 不要让齐军走掉 旁捐还急上来 趁自来到前军 督促士兵来到搬树开路 一路搬一路走 走走走走 已经到上半夜了 马铃道上两边的树木就搬了 魏国大军就集齐一齐 在马铃道上准备继续追赶齐军 旁捐一看 奇了 两边的树统统统斩了 为什么前面孤零零只剩一棵大树 在这里树身白雪雪的 没有树皮的 就走走看 当时正是十月下旬 天上没有月色 隐隐约约 看到白色的树身上 有几个大的黑字 天黑看不清楚 旁捐下令,点着火把来看,旁边的军事一起点起火把,旁捐在火光下看,旁捐死此树下,军师孙时,哎呀,糟了,中计了,中计,中宣笨之计,快快退兵,真是雪时迟那时快, 山上宣笨早已经迷伏了一万名弓箭手在两旁,如先吩咐,只要树下火把点着就放箭,一万名弓箭手早已经弯弓搭箭在等候,一见火把点着就万箭齐发,旁捐身上就中了十几箭,有几箭还是射正要害,旁捐知道, 这回就必死无疑,他拔出身上的宝剑大声喊,哎呀,我该死,我该死啊,当年我没有杀了孙笨,今天过然遭他暗宣, 嘿呀,这回我死,反为增添了孙笨的明星,哎呀,降完一剑,割到喉咙,自杀身亡了,旁捐的儿子呢,亦都中箭生死, 魏国的骑兵就被乱战射死无数,未死的就想走回头,怎么知道后面孙笨早已经迷伏了一万精兵截着退路了,前面是弓箭射着,后面的伏兵截着来打, 魏国的二万大军就全军覆没,连魏王的儿子太子身都死了,那时候呢,旁捐的侄,就带领着那批行路来的暴军赶到, 孙笨就亲手斩了旁捐的人头下来,挂在兵车上,截着魏国的军队来打,那帮将士,见到元帅都已经死了, 个个魂非拍散,纷纷投降逃跑,旁捐的侄子也指好投降,那时候呢,齐国的大将田记,就想杀了旁捐的侄子,来为孙笨报仇, 好,孙笨就拦阻着他说,不要了,作恶的是旁捐一个人,就算是旁捐的侄子,也是没罪的, 何况旁捐父子都死了,算了算了,再杀他的侄子做什么呢? 孙笨就吩咐旁捐的侄子,将太子身和旁捐父子的尸首就运回魏国,就报给魏王听, 叫魏王立即上表朝供齐国,要不然就直杀入魏国,京都灭了魏国, 魏惠王看到旁捐都死了,自己的儿子也死了, 吓得心惊胆跳,就怕齐国再攻打过来,就立刻向齐国求和, 那这段故事呢,就是有名的马灵道万箭射旁捐,旁捐, 这回就真的认了他老师,鬼谷子的说话了,旁捐临下山的时候, 他师父鬼谷子就吩咐他,你不要全心害人, 别人自以为聪明就可以骗到人,欺骗人者,反而受人所欺啊, 果然,旁捐就写假信欺骗孙笨,使孙笨就变成残废, 今日呢,就被孙笨用减造之计欺骗了他,旁捐上了孙笨的当, 就死于马灵道上,各位,后人传说呢, 就说鬼谷子呢,尖挂算命最灵骗,其实呢,鬼谷子看人看得很准真的, 旁捐的下场就果然不出他所料, 那么孙笨呢,打赢这场大仗以后就班师回国, 天下诸侯知道齐国打败魏国,就个个都慌了, 韩国和赵国呢,就感激齐国救了他两国, 两国的国军就亲自来朝拜齐孙皇, 魏国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打了一场这么大的败仗,只好就俯首清晨, 魏国国军亲自来朝攻齐国,向齐国认罪, 齐孙皇就十分欢喜了,就大烟困神, 亲自向大将田冀,和军师孙笨来敬酒, 那时呢,齐国的上国周忌, 因为最初反对打魏国,反对出兵救韩国, 心中就很羞愧,就借以说有病, 就辞职交回上国大印出来,齐孙皇就拜田冀为上国, 要加封孙笨的官爵, 谁知孙笨就不肯接受, 他就将亲手抄了的孙子兵法十三篇, 献给齐孙皇,对齐孙皇说, 神是个残废之人, 盛蒙大王重用, 如今神已经上报大王重用之恩, 下报私人的仇怨, 神的心愿已了, 神学的兵法已经全部在这部兵书上面, 神就留下来也没什么用处, 故事是献给大王, 留给齐国以后或者会有用处的, 神但愿得到一片幽静的山地, 在那里养老, 这就万分感激落, 齐孙皇再三挽留他, 孙笨怎么也不肯再留在京城, 齐孙皇没办法, 最后就封了石雷山那里, 被孙笨做封地, 孙笨攻城, 身退, 就离开京城, 搬去石雷山那里养老, 隐居了年纪, 以后再没有人见过他了, 有些传说, 他走去混游四海, 有些说他师父, 好, 鬼谷子回来, 带着孙笨去修仙练道啊, 那鬼谷子这两位学兵法的高竹, 孙笨和旁娟, 这一对同窗好友, 八败之交的杰义兄弟, 结果两人胜手, 经过十几年你死我活的较量, 结果旁娟遭报应, 生死马灵道, 孙笨器功名, 人居石雷山, 这件事就此了结了, 那鬼谷子另外两个学生, 苏秦和张怡呢, 就更加做了了不起的大事, 成为家传户晓的人物, 说到这里呢, 又要多说两句了, 其实呢, 苏秦和张怡呢, 在战国时代呢, 不过是谋视碎客的身份, 所谓碎客, 就是凭着自己的学问, 懂得天下大洗, 那把口呢, 好像查了油一样, 能言善辩, 到处去找国君, 找当权人物, 来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 来换取高官厚禄, 这些人呢, 并没有一定政治立场, 要没有什么固定见解的, 只要有功名富贵, 谁, 哪个都可以做他主人的, 在战国时后, 碎客就多如牛母, 成千上万的, 为什么苏秦和张怡, 会成为个时代最显客的人物, 又能够流明千古呢? 主要是因为苏秦, 提出一个合中的主张, 张怡呢, 提出连横的对策, 什么叫做合中, 什么叫做连横呢? 合中呢, 就从地理上来说, 就是由北面的燕国, 到南面的楚国, 从南到北, 六国就联合成一条直线, 联合来对付秦国, 所以叫做合中, 连横呢, 就因为秦国在西面, 六国在东面, 那秦国呢, 就和六国中的一国, 来到结盟, 来到对付其他五国, 那就是由西到东, 又结成一条横线, 所以叫做连横, 在战国后期的大司上家, 韩非子, 对合中连横呢, 解释得很清楚的, 韩非子他说, 合中, 就是联合六个弱国, 去攻打一个强国秦国, 连横呢, 就是投降一个强国秦国, 来攻打其他弱国, 整个战国的中后期, 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合中连横之争, 苏秦和张仪之所以这么出名,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提出合中连横的主张, 影响很大, 故此他们成为那时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好了, 现在言归正传, 就讲一下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了, 他两个在鬼谷山, 拜别了老师鬼谷子之后呢, 就下山了, 下山之后就分道扬彪, 张仪呢, 就回到魏国, 苏秦呢, 也回到洋自己的老家, 苏秦回到家时, 她的老母亲还健在, 大佬已经死了, 就剩个大嫂在家手挂, 苏秦两个弟弟, 苏代和苏丽, 还有苏秦的老婆, 也一家住在一起, 苏秦上鬼谷山已经几年了, 分别了几年, 现在一家团聚, 就当然十分高兴了, 过了几天, 苏秦呢, 就想母亲和弟弟, 把家产变卖了他, 拿那笔钱来周游列国, 就换取功名富贵, 怎知一家人都反对, 他母亲就说他, 你不如留下室做生意, 或者收田租, 岸岸稳稳过日子, 那更好了, 如果卖了家产, 靠口去博取功名, 这些东西哪里靠得住的, 到时无依无靠, 怎么过日子呀? 苏秦, 见你一家人都不支持自己, 自己又没钱在手, 没办法呀, 只好就地, 在洛阳去求见周朝天子, 以...